这是我家孩子最爱的腐竹做法 天天吃都不腻 三个鸡蛋打散 倒入泡好的腐竹中 少许油煎至八面金黄 油热 蒜末炒香 下入西红柿炒出沙 加少许水 再下入腐竹 蘑菇 加盐 生抽 蚝油调味 扣盖炖煮五分钟 出锅了 腐竹裹着鸡蛋的焦香 太满足了